來到市場地下室 眼前到處都是垃圾 堆成一座小山之外 積水相當嚴重 我們這邊 我們是民友市場 安樂區一處食人市場 遭到民眾反應 地下室積水 垃圾 滋生蚊蟲 讓攤販和民眾不堪其擾 居民把垃圾往下丟 有一個抽水的寒洞 被堵塞 馬達都燒壞了 對啊 多封起來 就有些流浪漢會跑進去 大小便 位在樂一路四三巷內的這棟大樓 二十年前蓋好時 一樓和地下室作為私有市場 但地下室一樓沒有營業 卻變成了垃圾場 即使市場管委會多次清理 但還是被亂丟垃圾 成了蚊蟲天堂 這個市場下面已經很多人沒有賣 以往都很多人 就是晚上的時候 你也照顧不到這邊 你看它下面都是亂丟 有的垃圾也拿來這裡丟 然後有位子的人他沒有賣 他當然沒有來維護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要到 就是像工友市場一樣一些經費 然後來修繩還是來補助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就是變成說 可不可以就是相關單位 幫我們注重一下 因為剛好又有登革熱基隆 可以把這個水把它處理掉 我們現在就是訴求這樣子 那後面的維護當然我們不能說 一定要政府還是環保局 來幫我們處理 就是我們自己再慢慢來修閃 那就是主要是原則上 大原則就是這個水 你看有的快到攤位上來了 已經那麼高了 民眾說最近警察局在外牆 掛上防空避難牌 公告地下室作為避難使用 但裡面卻是蚊蟲髒還有積水 市議員吳華嘉要求市府儘快處理 別沉了登革熱的溫床 對啊 完全不知道這裡還有個防空避難 這樣可以避難嗎 怎麼可能 那裡面像耍小水坑耶 可以用目測初步估計這個水 應該淹到的高度會到 大腿人這麼高的高度 那這個淹水現在目前沒有單位來處理 那現在這個昨天經過這個國家防災日 那大家有知道說應該要進行這個 防災避難的演練 可是居民就疑惑說 我們的防空避難設施是 這樣子的狀況是要怎麼樣來進行 這個避難的這個演練之外呢 如果真的需要有避難的情形的時候 這個場合這個樣子的環境 是要怎麼樣進行避難 那另外呢 昨天也發生了首例的這個登革熱的事件 在我們基隆 那這樣子的這樣積水情形 市政府不能先協助做怎麼樣的措施 先把我們這個積水先排除 而不是說讓這個積水在這邊 然後成為可能未來會發生這個 登革熱的溫床 地下室垃圾問題已經困擾民眾許久 好在地下室所有全人委託一名管理人 終於低調出面 表示會盡快清除垃圾 還給民眾乾淨的居住環境 記者黃少民進入報導 至少 至少